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的课题是 Coordination and Response 所以今天我们会比较强调在 Central Novo System里面的 Spinal Cord and Its Functions 所以请大家翻开 这个Success的Page 404页 或者是中文版的261页 昨天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脑 这个脑部分我们昨天有提到的 就是Medulla Oblongata 就是后脑的睡末段 就是这个构造 然后它衍生下来的就是Spinal Cord 所以今天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这个Spinal Cord 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脊椎骨 我们的背骨 脊椎骨 然后每一个骨骼 都有一个空腔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Spinal Cord 串通的一个地方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到 橙色的部分就是中枢神经 所以昨天我们已经了解了 这个脑部分的构造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什么呢 这个脊椎骨骼 所以这个Spinal Cord 这个Spinal Cord脊椎骨骼 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脸界脑部分 也脸界了这个什么呢 周边神经 那蓝色的这些线条 蓝色线条 其实就是周边神经 它包括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图里面看得到 脑部分延伸出来的神经 这个周边神经 还有就是从脊椎 OK 我们的这个脊椎 衍生出来的这些蓝色部分 去到手啊 去到我们的内脏啊 去到我们的脚部分啊 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 周边神经 OK 所以这两个部分呢 从脑部分发出来的 周边神经和 从脊椎发出来的这些 周边神经 我们就把它称为周边神经系统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 这个Parafernal Normal System OK 周边神经系统 好 我们再看一下呢 Spinal Cord呢 基本上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Links Brain and Paraphernal System 然后呢 它主要就是来自 从这个什么呢 这个Medula Oblongata 从这边开始 一直到 这一个 最末端 那这个最末端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腰骨 就是我们的腰椎 的最第一个的骨骼 所以之后的骨骼呢 是没有这个 这个Spinal Cord的 OK 所以这个腰椎 第一个的腰椎 OK 这个腰椎我们也称它为 Lumbar Spine OK 好 那Spinal Cord呢 在这个 从这个图里面 OK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Spinal Cord呢 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个 脊椎骨里面 OK 它串通过我们的脊椎骨 然后呢 所以可见 我们的这个脊椎呢 有受到这个脊椎骨呢 保护着 OK 来 我们再看一下呢 从这个图里面呢 你也可以看得到呢 Spinal Cord呢 它的外围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Spinal Minagers OK Spinal Minagers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脊膜 那这个脊椎骨呢 基本上呢 内部呢 也有包围着这个什么呢 这个脊椎液 那这个脊椎液 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就是Cerebral Spinal Fluid OK 那这个脊椎液呢 基本上呢 它和我们之前讲的脊椎液 一样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 Add as什么呢 Shot Absorber 那就是减震器嘛 然后呢 接下来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运输养料 甚至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些代谢废物呢 运输出去 OK 带出去 OK 好 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呢 这个 这个内部的构造 OK 所以Spinal Cord呢 从这个图里面呢 你可以看得到呢 其实它里面呢 有很多的 小小的这些细胞 我们叫做神经元 Neurons OK 那它主要就是很多的一些 神经元的这个 细胞体 我们叫做胞体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 Fibris 集中的地方 然后呢 整个Spinal Cord呢 整个Spinal Cord呢 它主要是在帮助我们进行这个 Reflex Action 就是反射动作 还有就是呢 甚至把我们的神经冲动呢 从这个 这个感觉 器官 然后呢 怎么样运输到脑部分去啊 OK 这也怎么样运输到脑部分去啊 再从脑部分通过这个Spinal Cord呢 又去运输到我们的整个身体各部分去啊 所以可见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传导神经冲动的 这个功能 好 从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有一个构造呢 就叫做中央管 那这个叫做中央管 就是整个脊髓 OK 脊髓的内部的构造一个中央管 那这个中央管呢 一样的 它也有这个所谓的脑脊液 就是也有这个脑脊液 Cylebral Spinal Flute 所以它的功能一样的就是 帮助运输养料啊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 缓和这个冲击啊 等等就是 Consioning or Impact OK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 从这两个图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构造 有一个叫做Docer 还有一个叫做Ventral 这两个构造 OK 那Docer呢 这边也是有Docer 也有这个Ventral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哦 然后我们看一下 Docer就是我们的背车 背车 所以如果从这个图来看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Docer region 就是背车 那 在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Ventral 比较负车 OK 所以就变成呢 如果从这个脊髓 OK OK 从脊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经元 OK OK 集中在一起的 那这个形成我们叫做Docer root 那如果从这一个 复车出来的呢 这个神经元呢 凝聚在一起一处的神经元 那这个我们就称它为Ventral root 所以如果从这个脊髓骨 OK 你可以看到脊髓骨的两侧呢 有两个孔道 那这个孔道呢 就是让我们的Docer root或者是Ventral root的串通出来的 从这个脊髓串通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图呢 OK你可以看到一个突出来的构造 那这个就叫做Ganglion 我们叫做Docer root Ganglion 那这边也是有 OK Docer root Ganglion 那这个Docer root Ganglion呢 基本上呢 只有在Docer part 所以有 所以有看到有突出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Docer 如果这边从脊髓串通出来的这个 Root 我们就叫它Docer root 为什么呢 看不到那个Ganglion 那一般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负车 OK好 来 我们再看一下呢 下来的 就是看 这个内部的构造一样 OK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它含有了这个我们的脊髓内部呢 如果很切面图的话 我们看得到它有 White metal和Grey metal Grey metal呢 就好像一个butterfly形 或者是呢好像一个H的形状 OK 那它主要呢就是 我们所谓的神经元的细胞体 继续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因为细胞体呢就是 含有这个细胞核嘛 所以呢如果观察的话呢 它就比较多这些细胞核的 集中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得到就比较暗色 我们就称它为灰质 OK 那如果是 这个灰质的话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靠旁边呢 四周围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灰质 OK 这是灰质 那这个灰质呢 四周围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质 白质 OK就是 white metal OK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white metal呢基本上呢 它就是有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 myelene created azones OK 就是走图 OK 走图呢经过的地方 那走图呢 基本上它就是好像我们的细胞质的勾造 所以呢 它没有这个细胞核的勾造啊 所以 经过的地方呢看起来就比较淡色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 百质 OK好 来 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个 每一个的这个 vertebra 就是脊椎骨呢 我们的每一个的脊椎小骨呢 都有这个opening 那刚才我们讲过呢 比如说这是其中一根的vertebra 那它这边呢就一个opening 它从左边右边都有这个opening 所以这个opening呢其实就是 我们所谓的让这些spinal not pass through的地方 就是让我们的这些spinal not呢就是脊椎经的经过的地方 所以这个脊椎经呢基本上就是干脆提到的其实它就是有两个的routes 就是dorsal root和vental root是聘合在一起的 OK 所以就形成我们所谓的就形成我们叫做周边神经 从这个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灰子 所以位置里面的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些所谓的interneurons 就是基中的地方 基中的地方那interneurons也有很多的 也是有每一个的这个interneurons都有这个 这个cell body 就是细胞体 所以细胞体里面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胞 所以就是说可见的这边有很多的interneurons OK 所以这个interneurons的散布了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灰子 所以它就好像一个中间人这样 它可以将来自sensory 这个neurons感觉神经元 OK 带来的这个electrical impulse就是神经冲动 传达给这个motor neuron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 刚才有提到什么叫做spinal spinal nerve OK 就是脊神经 所以每一堆的脊神经呢 刚才大概有提到的就是 由这个靠近spinal cord的两个根和平形成的 OK 那两个根呢就是dorsal root和ventral root 那我们人类呢共有三十一堆的这个spinal nerve OK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spinal cord那边呢 有一堆的这个spinal nerve就带到我们的手部分去 有一堆呢就带到我们的脚部分去 那有一堆呢就带到我们的内 这个比如说这个小肠那边去 有一堆呢就带到我们的这个胃部那边去等等 所以全部呢有三十一堆的脊神经 OK OK好这个脊神经呢 OK从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dorsal nerve OK dorsal root 所以dorsal root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那个gengel 所以gengel呢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central neuron 就是感觉神经细胞 感觉神经元呢 那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胞体呢 是在这个胞体呢是在 中间而不是在旁边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一般上就是 sensory neurons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他就是那个 速度 而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胞体 就是胞体 然后呢里面呢就有这个什么呢 就有这个细胞质的地方 而这个再衍生进去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spinal cord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灰质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 下来的就是那dorsal root 所以呢 dorsal root呢就是他含有的就是这个 azons 这个走图 OK走图 OK of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感觉神经元 感觉神经元 所以他conduct nerve impulse from sensory receptor 感觉 感觉的这个接受器 OK 带到我们的spinal cord 带到我们的这个spinal cord里面去 然后呢这个soul body 是刚才大概有提到的就是 就是他都是卡式在我们的dorsal ganglion dorsal root ganglion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ventral root Ventral root Ventral root是一样的也有这个走图 OK也有这个走图 然后呢他只是说这个走 这个他是在我们的这个efferoneurons里面 OK 那efferoneurons就是motor neuron 就是运动神经元 所以运动神经元呢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 conduct nerve impulse away from这个spinal cord to这个effector 所以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 他就是 运动神经元就是将 神经冲动的从这个spinal cord 给脊髓运输到我们的effector去 OK好 来我们再总结一下呢我们的spinal cord的功能呢就是 他可以 将来自感觉 感觉受体的这个sensory receptor 的这个信息传达到运动神经元 OK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效应剂 effector去 然后呢再引起的一些的反应 第2个功能呢就是 他可以将我们的这个神经信息 然后呢传达到这个脑部分去 或者是呢也可以从脑部分呢 OK 这个传达这个瞬息呢一直到其他个部分去 OK 他也可以作为反射动作的一个神经的这个 这个通道 再总结一下呢 今天所讲过的课 所以呢当然第1呢我们已经大概理解呢了解到呢 整个 Function overview of spinal cord 就是比较外形的 OK 外外形的 构造 OK 然后呢之后 之后我们也有提到的就是 通过这个横切面图 我们也深入的了解到呢这个什么呢 这个spinal cord呢 的内部的构造 还有他的 各部分的功能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认识呢 这个 什么叫做spinal nerve 什么是spinal nerve OK 那这个极神经 里面的成分 比如说包括这个dorsal root 或者是这个 Ventral root 和平成的这个符罩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也认识了这个spinal cord的功能 那这spinal cord的功能我们大概有提到呢 它是这个反射动作的这个神经的通道 它可以是神经信号的 传导的这个 这个讯息的功能 比如说可以从脑部分到 身体各部分 或者是从身体各部分 再带回去这个脑部分 OK 那第3的呢 我们也有提到呢 它可以将sensory receptor 的信息 OK 然后呢 运输到传达到这个motor neuron 再从motor neuron 运动神经来呢 就传达到 我们的effector 效应器 引起的一个反应 OK好 所以今天 我们还是一样的 今天的课程结束了 我们还是一样的 要回去 去 试看看自己认识多少 然后呢 希望大家一样的 每天都学习愉快 OK 那 当然 我们明天呢 后天的课程呢 就是 还有的就是 什么叫做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或者是 reflex action 什么叫做 reflex up 等等 那 我们继续再 去了解 好 今天就 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 聆听 OK 欢迎